大家好,我是水手做美式的大流 茄子属于生涩素菜,营养丰富,很多人都爱吃 今天我就分享一个茄子的新做法 用最少的油做出好吃的茄子 下面我们开始制作 茄子洗净后切成段 从中间切开后,改刀成大小均匀的条 切好了茄子,装在一个盆里 撒上食盐 拌匀 这一步主要是为了杀出茄子里的水分 相当于替代油炸的过程 需要的配料,大蒜切成片 茄子需要大蒜才香,可以多切一点 小米辣切成丝 小葱切成段备用 腌好的茄子已经可以看见水分了 用手攥干里面的水分 再用清水过一遍,去掉一部分盐分,这样才不会咸 再次攥干水分 攥干水分的茄子,加一个鸡蛋黄,用筷子搅匀 再加适量的淀粉,再次拌匀备用 热锅,因为茄子比较吃油,油稍微比平水多一点 倒入茄子 将茄子炒至发黄 倒入大蒜,小米辣 炒香 然后翻炒均匀 加蚝油 白糖 继续翻炒入味 最后加葱段,炒香后就够装盘 这样一道美味的茄子就做好了 不用油炸,适合家常 喜欢的可以试一试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明天见 美食就在你身边